今天吃什么 咱们炒个木须肉 这木须肉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法呢 很丰富 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哪个做法正宗 应该怎么做 咱们今天就做一次 顺便研究一下 材料 猪肉 葱姜 木耳 鸡蛋 配菜我用的是蒜苗 肉呢 您最好用这个 肥瘦相间的 如果是这种肥瘦相间的肉呢 您就不需要上浆 腌制直接下锅炒就可以 如果是里脊肉 您就把它稍微 拿一点淀粉 把它抓一下 这样呢会比较嫩一点 肥瘦相间直接炒就可以 口感还更香更好 把这个肉炒熟 然后取出备用 然后我们再来炒蛋 这个木须肉呢 现在咱们都写这个木须 这应该说是个俗称 或者说这是个错误的叫法 应该呢是写这个木须 这个木须什么意思呢 就是桂花 桂花的别生叫木须 那么这个菜成菜之后呢 有猪肉 有木耳 然后上面撒落的这个散碎的鸡蛋 您看是不是像那桂花开了之后 那个样子 桂花开黄色的花吗 非常的漂亮 所以叫木须肉 也有呢写这个木须的 这个木须呢是一种草 叫木须草 它是一般开黄花 也有开紫花的 紫花是给这个牲口吃的 那么人们觉得 这个黄花跟这个菜成菜之后的这个感觉也很像 所以有叫这个木须的 但是现在人们都觉得它显成这个木须 我认为这个简单 但是实际上这是错的 我们把鸡蛋炒好的时候呢 给它先盛出来 然后把我们的蒜苗 木耳 还有我们刚才的 炒好的这个肉和蛋一起下锅 把它翻炒 把蒜苗的香气给它炒上来 这个木须肉呢是个卤菜 据说这个孔甫菜上面就有这个菜 后来这个清代的时候呢 传入北京 最早的时候 这猪肉是切片的 用肉片 到北京之后呢 就改成肉丝了 配菜的方面呢 最早是用芋兰片 在卤菜里边是用芋兰片的 到北京呢 因为芋兰片比较少 它们就改成黄花菜 现在呢 也有用这个黄瓜片 窩笋片 还有放油菜 白菜 放什么青菜 都有 至于您说哪个正宗 这个我觉得倒是还好 您只要说喜欢 用什么青菜 或者您家里有什么青菜 您的方便得手 都可以 加长菜 就 没有那么多要求 您只要喜欢 您自己做的 就是正宗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也尝给我 做这个菜 我妈妈做的 是不是正宗呢 她正宗不正宗 我也喜欢吃 咱们把这个 翻炒均匀之后 可以加入少许的酱油 料酒 来点醋 然后滴入香油 翻炒一下 咱们这个牧絮肉 就做好了 您看 上面散碎的鸡蛋 是不是像桂花一样 非常漂亮 您尝尝 谢谢大家